传令下去 便请望江城中游迈进强者 有能杀此了者 我林氏讲道原始两科 人群之中 一中年男子排众而出 怒声喝道 此人正是林郑仁 林郑里兄弟俩的父亲林端行 在林氏家族里分量自然是高的 但是从林氏下任组长的位置直接越过他 交到林郑里头上 就足够说明他过于单薄的能力 所以当他开口便拿出两科道圆时 闭口就是便请全城游迈进高手时 所有人都先把目光投向了林老爷子 无他 其人并没有这样的权利 够了 林老爷子诞生道 去把林郑伦带过来 爹 你糊涂啊 林端行急道 林郑伦虽然不值一提 但代表的却是我林家的脸面 怎能交给外人处置 先不说其他 紧就此人的说话 就是不合格的 当众顶撞林老爷子 说他糊涂 网轻了说是不知分寸 网中了说就是挑战组长权威 再一个 林郑伦直不值得一提 这也是合适在大庭广众之下宣之于口的 真不怕寒了人心 林老爷子木杖敲地 抬高了声音 你非要把此事闹得满城风雨 林家才不丢脸 林端行悚然一惊 闭嘴不言 他终归是不懂修行的事情 林郑里能代表望江城道院出战三城论道 自然已是城道院里由迈进中数一数二的人物 或者成为君中有那么一两个比他强的 但也有限 再者说 请成为君里的修士出手 林家就不丢脸了吗 尽快果决处理此事 才是正理 不多时 林郑伦便被带到了牌楼处 看着这个乱发披伞 形容憔悴 整个人如行尸走肉般的男子 江望实在无法想象 宋姨娘是怎么会看上她的 林郑伦带过来了 林老爷子用那双略显浑浊的老眼看向江望 但声道 你想要什么交代 现在 我问 你答 江望走进林郑伦身前 注视着她木然的眼睛 我妹妹的生母宋如意 是怎么死的 林郑里在旁边道 他跳井自杀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林老爷子淡淡瞥了她一眼 她便闭嘴收声 林郑伦一直是浑浑噩噩的状态 直到听到宋如意这三个字 眼睛里才慢慢回复了一点神采 她抬起眼睛 看了看江望 又环视周边左右 再回过头 死死的盯着江望 你刚说什么 她声音颤抖 你 是如意那个在道院修行的妓子 江安安的哥哥 好 好 她激动起来 甚至有些癫狂 敢堵林家的门 有出息 江望冷漠地重复道 我问你 宋如意是 怎么死的 但林郑伦似乎浑然不觉她的不耐和厌气 或者说 如今的林郑伦 早已感受不到别人的看法 她活得只剩自己的情绪 她张开双手 忽然放声大哭 我拒脸财富有何用啊 林郑伦跪倒在地 五面嚎啕 悔不登修行路 一旦山崩 成穷途 对于这个人 江望没有半点多余的耐心 所以她的剑慢慢移转 指着林郑伦道 我最后问你一遍 宋如意 怎么死的 如意 林郑伦指住嚎啕 抬起头来 满脸涕泪 是我 是我害死她的 是我害得她自杀 不 她又猛地站起 伸手指着牌楼后聚集的林氏族人 是他们 他们林家的每一个人 都有责任 尤其是林郑伦 林郑伦破口大骂 林郑伦你疯了 郑伦 林老爷子出声道 你妻子死了 心情不好 我理解你 但你可不能信口词谎 老爷子 林郑伦哭着道 当初是您同意把我收回嫡脉 还让我叫您爷爷 怎么林郑伦这小畜生霸占我的生意 把我赶走的时候 您就是如不见了呢 林老爷子皱眉不语 林郑伦跟林郑伦之间的是他自然是知道的 不过一方面林郑伦当初确实有些得知交狂 另一方面 林郑伦才是他的亲孙子 就算做得再不对 他做爷爷的也得帮他周圆了 生意上的事情 我确实久不过问 或许真的委屈你了 等我回头查证 另有交代 林老爷子道 但你妻子的死 确实自杀 这都是可查的 甚至开关验尸也没问题 你怎么能怨怪他人呢 林郑伦抹了一把泪 咬牙切齿 我跟如意 本来恩恩爱爱 我辛苦做成的生意 几乎整合两座成狱的药材市场 要不是林郑伦眼热 仗着家主继承人的身份 夺我的权 霸占我的生意 我怎会沦落至此 要不是林郑伦他 他转身即止林郑伦 满眼怨恨癫狂 轰 一只突兀出现的手掌 按住林郑伦的天灵 道源一吐 便将他轰成肉泥 也将他未尽的言语 满腔的怨恨 碾碎成尘 从天而降的林郑伦收回手 看着江望道 宋如意是自杀的 你也听清楚了 我陪你一个林郑伦 够不够 林郑伦突然现身杀人 林和赵汝成都毫不犹豫地往前一步 站到江望身边 道源暗涌 随时准备开战 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眼前被烘成肉泥 尤其他上一刻还在奋慨陈词 这种威慑大概能让很多人闭嘴 但江望面色不变 他也确实没有别的要求可以提了 宋如意自杀是事实 顶多就是林郑伦婚后待他不好 这在庄律中算不得大罪 这其中或者还有别的什么纠葛 但林郑伦已死 依照江望道怨弟子的身份 也最多就到这一步了 林家杀死林郑伦作为交代 放在哪里都已经说的过去 倘若换一个人来 什么交代都不会有 江望道 把宋如意带来的嫁装 奉西镇的药材生意 都还给我 那些都是我江家的产业 当初是给宋如意的 现在他死了 理应勿归原主 宋如意的嫁装已算丰厚 但尤其奉西镇的药材生意 是撬开枫林城域药材市场的支点 也是统合两大城域药材生意的重要部分 这么大一块肉被挖走 林郑伦自然不舍 他正要说些什么 但林郑伦已经直接做主 可以 那江某便先告辞 江望收剑入窍 对着林氏族人们点了点头 叨扰了 江师弟 林某有一个忠告给你 林郑伦在他身后道 修行路很长 要慢慢的走 不要越走越窄了 诸为我再强 能护得住你一辈子吗 江望抽出心境枪 将他小心包好 盖上盒子 附在背后 这才回头 冲林郑人道 受教了 兄弟三人 扬长而去 感谢书友甲乙丙丁42 书友信由我来山未孤 书友白夜仙人的打赏 令 今晚有家庚 稍兴